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此时此刻是在辽宁沈阳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在今天早上8点19分 发生爆炸现场的这栋商柱楼 这个爆炸已经发生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可是我们看到现场的警戒线 现在依然是在保留 而且我们在刚刚120的救护车 从核心现场里面刚刚驶离 那么我们是从爆炸发生的 所在的沈阳市和平区 官方发布的消息当中 获悉死亡人数 现在我们刚才掌握的更新的消息 现在可能是有两人 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来进行发布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汇报整个的这个过程 现在对于这个伤亡人数统计是非常的严谨 和就是非常慎重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